字幕志愿者 李嘉威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李嘉威先生 李嘉威先生 各位观众, 来到《港人港市》 我觉得很给面子 因为我这么多次参选 我愈无意外 好像还未被人戒烂过Banner 我们其中一个候选人 李嘉威先生 可能太厉害 对手有威胁 大家两张Banner 挂在一起 就只是戒李嘉威那张 就没戒另外一位候选人 李嘉威真的是 我们一派就派过这么厉害的人出去 还有 就差一段差人的表现 他在大概11点多 李嘉威和欧慧到现场 軍装就说 我们现在在找CID来拿子模 一路拿到4点钟 还在找 在找的途中 我就叫李嘉威 他们不要浪费了 不要再等了 杭嘉威和欧 我说玩你而已 你立刻回来 吃饭 吃饭 他在回来的途中 我想那里十分钟左右 警察说 所有的子模素缘了 扮妥了 哇 真是扮食后女一流 这个要赞警方的 还有警方是包拉不了人的 我都赞警方的 扮食后率非常高 就立刻告诉他 他扮不了事了 最奇怪的 这个选举 是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呢 各位市民你自己评论 那么呢 我亦都呢 就问游政署 就拖了4天 第4天呢 他就说交了给选举委员会去 找寻求法律意见 那么看一下我们这个单张呢 一张而已 这个 不是好像建制派那样 一本书的 那么这个词呢 各位都看到 是很小词而已 那么呢 他就要审派 就是要给选举委会 不是选举委会 那么呢 就 选举委会那里呢 就很好笑的 有个职员呢 就 不肯说自己的名字 我说 你是不是怕人不被人告啊 那不回答你的 那么终于再打到给 就是 那个选举委员会的 高级一点的 那么高级一点的 不同一点啦 立刻说全名给你听 是吧 很硬的 如果没有记错 那么 我说 为什么会 会 要你们经法律意见 去审批我们这张单张呢 那我说 不如这样啦 如果你们是 真的夹着建制派 去帮他们 就是助选的 不如你首先告诉我 政府好 政府没得顶 政府呱呱叫 不如你叫我们这样写 如果你这样呢 我们都会写的 不过你要被人威 要求我们这样写 我们会写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呢 就说 扔回去给油政局了 让油政局去批不批 油政局扔给你 问你拿法律意见批不批 你说我们这边就没问题了 最终呢 问油政局 那你两个做什么呀 就是帮建制呀 是不是呀 你一路这么拖一路这么拖 你又说他 他又说他 那你扔来扔他 扔来做什么呀 那究竟 我就想问一问呢 是不是 我们问说 空气致癌那里 是比其他区高 土瓜环 那你政府就出来告诉我 不是呀 我指数这里多少 这里多少 这里多少 土瓜环是低的 你是错的 你指证我错咯 是不是 你根本就是 没办法 你根本你是 不肯公布的 不肯公布 那我有责任 我做区议员的话 万一算到 我有责任 要告诉市民 是不是 你又不敢说 我哪一道错 好了 我问你 是不是用六亿四厘 是不是 给一些假赖民 来香港 你们都没理呢 是不是读证你的要害呢 是不是 那你说不行 我不准你这么说 是不是 那你就说咯 你就出声咯 好了 维修 来一层楼维修 为围下掠完你一匹水之后 都是旧了 接着就知道了所有的业主的联络电话 然后就慢慢说你旧楼了 接着就来收购了 收购了 是否泵水给建制派 就各位市民自己估了 接着建制派就有钱给整个饼总 接着呢 还有 政府所有的高官退休之后 都是去这些大的地产商 不是董事就顾问 你说有没有官商勾结呢 你自己想了 那这单张有没有读证他们的要害呢 那你们自己想想 到现在还没批准我们 是不是可以印这个单张 很简单 不是的 你便说说不是了 政府好政府没得顶 我们照帮你印的 是不是 各位视频们去评论一下 多谢各位